挑战的三大要素 时间 力量 能 天使力量真好 它身上那种理性的特征和那种非理性特征都挺强烈的 我觉得它有某种封闭性 但是封闭会孕育力量 一个巨大的力量 它在那边横突树撞 然后突然冲出来 但有些时候是不是会丧失一些新的可能性 它是不是承认这种封闭的存在 包括这种封闭对人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我不自觉地经常会用我拍过的电影来串集这30年的过程 我原来也挺排斥的 我说这东西都是假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用很长时间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 你搭进去的时间是真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乱 有点弄不清楚 包括也可能会陷入这种自我沉溺 这两者之间对你来说你需要找这个界限 可是你不表达自我你表达谁呢 是啊 你能说出谁的话来 你能有谁的 但是这个自我跟他生活的周围的时代有关系 跟他的所处的你说的传奇也好 传统也好也有关系 中间的平衡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你自己找不着 你找着了就过该倒霉找着了找不着就找不着 不是你找着的 因为你只能表达自己 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 要不怎么说楼升门呢 那个楼对面 这是办公楼 对 很亲切的 对啊 我也没想到这能看这么远 对 挺好 看远还是舒服一点 你看我觉得这一角落就是33、40年前那个气氛 带着计划体制时代的味道 其实你现在能看见的都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甚至更晚才出来 从这儿到那个世界 对 这儿没有更老的北京了 但是那个地儿 你看这儿有一个饭馆 你可能想不到是德国卖肘子一饭馆 这饭馆有30年了 是吧 德国肘子 配酸菜 这个它倒比你眼睛看见的所有都长 时间的长度对你来说怎么那么重要呢 不重要啊 不重要 我没觉得 没觉得重要 不是 我不能说不重要 就是我有时候感觉不到 嗯 你从很早开始 比如你末年皇后也好 文革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 包括花秦始皇也好 你使用在吐以历史 就是你对历史这种意识 其实迷恋嘛 或者某种意义上是怎么来的呢 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 但是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我觉得好比你在写这本书 因为你写梁启超 你不是在写它 你也在写你自己 或者说为什么你喜欢借用历史来表达呢 那能借助什么呢 要不就借助未来 要不借助现在 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现在一瞬间就变成历史了 嗯 所以我就会想 我是在拍民国吗 我根本不是拍民国 我拍民国干嘛呀 嗯 我是在拍文革吗 嗯 也不是 你说我们是生活中来的 你的成长是被它所挤压 变成一个样子 那时候你又 对你过去的生活 哪怕现在或者假设的未来 嗯 你有一个印象和感受 你给生活再起个外号 嗯 起一个外号就引用灿烂日子 嗯 一个外号就要扔子弹飞 一个外号就不知道 现在一个外号就写不压证 嗯 哈梅里特也是个外号啊 嗯 各种剧作家都只不过 以生活起了个外号 然后运用他们自己的想象和认识 把细节和感受放在里边 嗯 做一个创作是表达自我 但是可能会陷入一种自我沉溺 这两者之间对你来说 你需要找这个界限吗 还是说没有 你自己找不着 你找到了就过该倒霉找着了 找不着就找不着 也不是你找着的 因为你只能表达自己 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 要不怎么说罗声门呢 嗯 你在表达自我过程中 你会有产生某种自我怀疑吗 这种 我有的时候能听见自己 说话的声音 我会很烦这个声音 我说 怎么又说这话 停 别说了 嗯 有的人说的话可能让人能接受 但是有的人让人接受的话 也不是他想说的 但不想说 他也是在表达自己 他是表达自己的这种方式吧 嗯 或者说 等于20岁出头一毕业 嗯 就进入一个非常中心的角色 少见的一代人中的中心的角色 而是属于到现在 这种巨大的名声也好 或者外在的这种东西也好 你会担心这些东西会包裹你 然后让你变得封闭吗 你会 不能说没有意识 能意识得到 但是我其实不特别清楚它意味着什么 嗯 你想我去中央戏剧学院 很偶然 因为我不爱看那个时候的电影 嗯 都特别假 嗯 因为我听我爸爸说打仗的故事 跟电影里看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认定电影是假的了 嗯 到某时期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导演 为什么要做我也不 不是很清楚 嗯 现在想起来 我每到关键时候 我会从内心里爆发某种主动性 这主动性怎么来的 不是很清楚 嗯 如果说有三种人的话 宁有种乎 逼可取而代之 什么应如是 我可能说那种可取而代之 那种想法 嗯 这不行吧 这个 我弄一个吧 所以你也不能解释这种自信哪来的 不知道 嗯 真的不知道 就不明白 那在创作中这种不自信有没有 还是就真的没有 我就不找那不自信的活干了 你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拍侠影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对侠没兴趣 我更相信武器 这东西离我真的非常远 我呢 就会在这个电影里边把这个去掉 我觉得它会困扰我 我为什么要拿一短板 在我这个创作过程中干扰我 我就没意义 或者说你的电影 有它见过一个世界吗 最困难度分是哪里 其实按说没什么困难 我准备的时间和我写剧本的时间 不外乎就让我脑子里已经看见那个电影了 嗯 理论上 没什么困难 但是你具体做的时候 它技术的东西 它会让什么东西都是实的 不像画的时候 我可以让伦伯朗那种 把其他地儿让它变得很主观 实的 美术会问你 实用师会问你 因为所有东西 不同人脑子里想象是不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充满了困难 和这歧途 你死为了再做一个 谁没看着的东西 就是你说那儿那儿那儿 所有人都会觉得挺茫然的 你可能这一路 你非得带人那么走 人走稀里糊涂的 那么跟着走 但是不那么走又怎么样 因为这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 所以费劲 我不知道费劲叫不叫困难 嗯 费劲还不算 因为费劲是知道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是 就是有没有模糊的 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解决方案已经有了 就是在我开拍之前 我肯定有各种方案 就已经解决了 或者情绪呢 因为电影中情绪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那个也已经有了 那个有了 你是很早就是那种很视觉的看待世界 比如说因为我看你之前脑子里是视觉的概念 你觉得很多是这样的吗 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我拍电影把自己脑子太乱了 其实乱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当时玄景知道这不是那个地儿 问题是你当你再看拍完那东西 其实你全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艺术啊电影什么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主观的真实 主观的真实是最有意义的 我觉得它像我的印象 复制一个当时的样子 其实没什么意义 你比如说把阳光灿烂 我是冬天拍的 嗯 剧情要求是夏天 嗯 一上午都在把地下的冰给喷化了 然后让演员把衣服脱了 装夏天 喷上汗 但是你反打过来看见 耿勒他们那排人 下雨那排人坐在后边 你尽管知道那树没叶子的 但是你还觉得是很热 那这东西其实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识 一个装出来的夏天和一个真实的夏天 是不是有时候那种装出来的夏天 可能比这个真实夏天更像夏天 那是 那是 最后画画也是最后画了印象 嗯 梵高很严肃啊 嗯 告诉你我看一紫天 我看我看那星这么大 嗯 它很严肃的告诉你 你没觉得而已 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 但有些人的主观好 比另一些人的主观 更接近的一个现实 就是这种精确的主观怎么做到呢 想象也需要精确的 这种主观也需要精确的 我觉得恰恰不需要精确的吧 不需要精确的 就是你 你更带有你自己的印象 嗯 拍杨文三浪也是经常做这个 就是我把街都扫了 拼命扫街 把街扫得非常干净 那时候当然也没那么干净了 只是我印象中 从胡同口这边能看见胡同口那边 嗯 没有垃圾 也没有多余的车停在那儿 我觉得它像我的印象 嗯 印象不代表精确 是在精确之上的东西 嗯 它能给你感受的东西 嗯 但是你在做所有的片子里面 就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你在每个细节的准确性 嗯 精确性 嗯 你从一个日本的军服到你整个的当时的城市面 碰到这所有的精确 是不是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 有一种真正的主观 你说的特别对 就说嗯 你如果 没有这样的精确作为基础 嗯 你不知道你的想象和你的那个感受在哪 很多人拍东西就一来就是我要我的感受 那更错 那其实有很多资料认为 整个了北京包括达达和南城加起来 一百多万两百万人的样子 算账嘛 嗯 那你可以算在东城区的北京 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人 嗯 你当把这个算出来之后 你觉得它没那么喧闹 所以在侠音里边的北京相对安静 嗯 声音根据这个去设计吧 当然走街串巷的 摩剪子抢菜刀的这应该还是有 嗯 但你想一个大宅门里边有几把刀 他们也知道多长时间抹一回 我别来他们瞎腰把门门抹 人家人家也明白是吧 就给你看这图 这是三八年日本人弄的 嗯 就是说那雾街吧 嗯 这是我现在电影的主要发生地在这 主要是我生活的地方 哎你得注意这有非常有 不是非常有意思的 北京可能很少有几条胡同 以街命名的 嗯 它不叫内吾不街胡同 嗯 它就叫内吾不街 嗯 咱们去的是那什么叫什么地 他们去的 他们去的是明瑞府 明瑞府 是吧 就是内吾不街嘛 11号 对我就傍晚的时候 就像他们说的老北平的味道那种树影 月光的时候 然后打在这些房子 特别特别好看 这跟北平味道差远了 应该什么样呢 啊 应该什么样呢 第一没有汽车 哦对对对 这还用说吗 嗯 再有一个现在就像这样的电线 本来就没有 对没电线 这头胡车最乱 还有一个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路灯 嗯 这老北京 你得真找老北京 这是老北京 嗯 叫鱼路 可爱 在哪里啊 前面又转 那时刻的北平对你来说 它的魅力是什么 也是个转折时刻嘛 就是时代的变化 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说 谁都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嗯 而战争开始的地点很有可能在北京 这个其实明远人一看一定是很危险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间谍之城 他是一个权力被抽离之后的北京嘛 从这个就蒋介石 得手之后呢 他们就去南京了 是啊 传业中心在南京了 对 北京这边呢 有闲的人 好读书的人 嗯 不满现实的人 带有特殊使命的 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 共产党这边的 还是国民党这边的都有 卡桑布兰卡 对 就是料龙进了卡桑布兰卡 是这样的故事 嗯 最危险会给一个那个时空带了一个特别大的魅力 是 嗯 是 有危险 有不去的 甚至 还有北京的某种慵懒啊 就觉得 慵懒 多大事啊 多大事咱没见过 所以我特别喜欢张牌下里面说的 老太太说 八国联军来 我也没觉得怎么着 小日本怎么着 为什么 北京有这有这有这味道就 多大事啊 打几天仗呗 如果危险代表这么强的一个紧张感创造力的话 你一把自己陷入过某种特别危险的状况里面 我本人 你本人 对 我每天都在危险当中 那这个日常的危险是什么样子 起床啊 必须 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得起床 要医治我 我现在还不起呢 也许现在还没睡呢 这危险不是我形容的 就是你 你被迫起床的时候 你心 跳的 乱七八 我有时候被闹钟弄醒 就是心 觉得真的在嗓子耳朵跳半天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为什么他们醒了 有一阵特别好 没有工作 也不需要上进的时候 我就想睡什么睡什么吃